2021花蓮太平洋龙舟节6号 下午在鲤鱼潭火热登场 今年总共吸引了72支队伍上千名的选手 到场相互较劲 活动当中也特别邀请到歌手梁文英 担任开幕嘉宾 同时也为国内第一栋室内水域运动训练中心 进行启用 期盼可以培育出更多优秀的水上运动人才 歌手梁文英站在舞台上 带来一首首筷子人口的经典歌曲 将现场气氛炒乐到最高点 这是6号下午在驴毯火热登场的 2021花蓮太平洋龙舟节 今年总共吸引到72队1338名选手 一同到场相互较劲 花蓮太平洋龙舟节 继我们的水训中心启动仪式 全场321 请启动 活动中也启用了国内第一栋 绿建筑水上运动中心 其中包含室内循环式滑奖池 总训室 淋浴设备及餐厅 提供选手们更完善的训练环境 这个淋浴潭龙舟经济已经进入了第六年 尤其是在花蓮培育了我们的国手 更在亚奥浴里面表现非常非常的优异 尤其是在今年 今年才代表花蓮县 在我们全英会又拿到四面金牌 这就是花蓮在鲤鱼潭竞技 以及鲤鱼潭我们训练的成果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赛的一个项目 但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 好手来到这里 我相信因为大家喜欢这项运动 因为大家齐军在一起非常的开心 其实在今年年初我们本来这个国际赛事 一共有250对来自世界各地要来花蓮 但是因为疫情尚未解封 所以延到一言再延 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对不对 对 所以欢迎大家年年来花蓮先政府 欢迎大家 那这个水上训练运动中心的成立 相信对未来鲤鱼潭的观光绝对会有 一加一加成的效果 那我们鲤鱼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所以我们会每年来努力 让这边鲤鱼潭可以成为又便利 又友善又安全又美丽的鲤鱼潭 各队选手磨刀祸祸祸 抓紧时间进行暖身 就是希望能在赛事中拿下家机 而花蓮县政府也希望能透过赛事的安排 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也让来到花蓮的选手们 尽情体验花蓮的魅力 以及花蓮丰富多元的人文风情